政府心目中可能覺得每個條例都有它的重要性 也不可以中途放棄 所以這裏是有一個難度在 不過不管怎樣也好 我想呼籲我們60位的議員都應該謹守崗位 無論你對於那個條例草案 你滿意不滿意 高興不高興支持 反對來說 你都有責任要出席會議 你可以在會上去表達你自己的意見 可以通過投票去表達你自己的意見 總之搞留會是不對的 無論哪個搞留會都是不對的 議會議是應該正常地去進行